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我失去,有不少人会死于癌症 如果我失去,会有好多人都因为无法进行X光照射而不知身体状况 不可以对症下药 他就是第一位两次获得罗贝尔酱 亦是唯一一位同事获得物理学和化学两种不同罗贝尔酱的人 玛丽居尼 他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出名的良科学家 玛丽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华沙 在索邦大学,认识了同事后来成为丈夫的皮野居尼 他们两个十分着迷于科学家亨利·贝克勒发现的油炎 所发出奇妙的灵光 发出的射线有类似于X射线的穿途里 他们就是一个通风很差,经常流水的小木屋不断研究油射线 通过静电计检查这些灵光发合物 发现是来自油原子本身 据例是首歌命名放射性效应的科学家 即是当原子核不稳定时便会发射出微粒 同时释放能量 而为了找到源头 他们将大量其他放射性的物料 例如挤清油矿和矿云母等进行和粹和过滤 最后找到薄和雷 两种全身放射性的元素 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 有大量的士兵骨折 所以玛利就扣置了首个X光流动车 在车上放置了各种放射性装备 协助大量受伤的士兵 不过因为之前还未对游离辐射有深入的研究 使得玛利长期受到辐射影响 她没有使用到保护装备 又经常随手将发光的放射性同位素食管放在口袋里面 在2020年11月 诺贝尔掌官方更公布居例夫人曾经使用过的笔记簿 至今仍然具有高度的放射性 因为这些缘故 她一生都受到很多辐射影响的慢性疾病 例如白内脏子几乎失明和贫血 最终死于疗养院 66岁就离开世界 但她的研究带领人类进入原子时代 推动了放射学在医学领域的运用